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天气是相当的热 相当的热 不过我们还是要出来拍视频的 我在很多电影里面 或者《以外生存》纪录片里面 看到很多人是用弓箭射鱼 弓箭射鱼这个东西我早想尝试一下 而且最近我在玩弹弓射鱼 弹弓发射飞标 发射鱼标射鱼 这些东西是蛮好玩的 并且有非常高的使用价值 我觉得这个效率可能比 在某些情况比钓鱼的效率更高 但是我也想了 这个弹弓射鱼标 它按说应该是没有弓弓箭射箭 这个效率来得高 如果拿弓箭射箭来列鱼的话 应该比弹弓射鱼标要高 所以最近我就给我的 一把美列安装上了一个ADS剑符 这就是弓箭常用的这种鱼轮 我们来看看 这把是分离式的美列 在这个美列弓上装了一个箭壶 这其实就是弓箭所用的鱼轮 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和弹弓射鱼标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东西 在这之前我试用了一下 我想说的是 不能用垃圾来表述 应该说是 可能是我这个东西 是国内仿造的一个箭壶 真正的国外的箭壶 肯定不是这个原理 首先这个东西我拿到手 就感觉它的原理很扯淡 我们来进去看看 首先我要说的这个东西 原本是用在复合弓上面的 复合弓射鱼 安装上这个箭壶 通过上面的绳子 把箭射出去 但是我觉得复合弓射鱼的话 这个鱼出现的时间就这么短 如果用复合弓瞄准的话 根本没有时间瞄准 而且复合弓需要用杀放器 非常麻烦 射鱼必须要用美列 才能及时反应 发现鱼马上射出去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安装上去了 它就是把它固定在 固定在这个 弓箭的弓壁上面 摇这个摇轮看到吗 它就能把这个绳子收回来 不能把这个绳子收进去了 需要用键的时候 把这个绳子绑的键上面 它也配备了专门的鱼键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结果很简单 收线的时候压住这个东西 这上面就有一个滑轮 看到吗 这滑轮就会卡住这根绳 卡住这根绳 摇动这个 等于通过滑轮把这个绳子收起来了 但是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不像鱼轮一样 鱼轮可以把线 规则的缠绕在一个柱子上面 而这个东西 它把线直接扔到这个瓶子里面 来看这个瓶子里面的线 是乱的 是乱的知道吗 它的滑轮把这个线收进来以后 就直接这样把线往瓶子里面送 什么都不管 也不绕在什么东西上面 就这么乱的往里面塞 就这样 全部塞在瓶子里面 相当于你有手直接往里面塞而已 所以我就预感到这个东西 很容易会打结 或者卡在这个轮子里面 但是我又想这个东西既然是这么设计的 应该是不会的 而事实上 我在试用的时候真的发现就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国产的 它可能是仿造国外某个 某个品牌的 神弧 难道这个国外的神弧原理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种原理 同时使用美列式剑的话 它必须使用鱼剑 我这里准备了两支鱼剑 不相同的两支鱼剑 这鱼剑和普通的剑有很大的不同 我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剑 加上个能绑鱼线的东西 实际上不一样 它的重量是普通剑 一普通剑重多了 像我这支普通的剑 是一支碳剑 它的重量好像只有22克 而这两支鱼剑都到了90克 三倍多 三倍多 这个普通的剑是碳剑 这个鱼剑是玻璃缸的 而且实心玻璃缸 而这个是铝做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重 剑头是带刀刺的 这是很正常的 带刀刺 进入鱼身体里面 可以 展开 这一支鱼剑是复合弓剑 它刀刺看起来简单一点 应该是对付大鱼的 而且这个复合弓剑是带剑鱼的 这个不是复合弓剑 这支美利剑 它没有剑鱼 看见了吗 这绳子是绑在滑块上面的 这滑块可以在这上面 它并不是绑在剑尾的 滑块是要放在前面的 剑射出去的瞬间 滑块还留在空中 直到一直卡到这个尾端 才能带出绳子 好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冰箱 我可不希望它卡线 这东西用的实在 实在太不爽了 才危险 总担心它卡线 会明显的感到 中间卡了一下 你们听到没有 一点力都没有吗 这个 这鱼端是一点力都没有 再来试一下 好 好 这次总算插上去了 哦 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又卡了 现在这里乱成一团 怪不得我拉不动了 你看 卡住了 哎呀 好麻烦的 你看一拉出来这里居然是一个结 什么东西 什么逼东西 哇 没有刀刺都打不下来 有刀刺的话 这个键就别响了 现在我们稍稍测试一下精准度 用这个鱼键的精准度 如果是用普通的键的话 我这里有只普通的键 在那个冰箱上放了一个蓝色的小瓶子 如果是用普通的键的话 我受用这个瓶子会非常轻松的 很简单 哇哦 吹了一点小牛 这支键没中直接飞没了 早也找不到了 我只带了一支普通键 这支普通键大概18块钱 20多块呢 现在我们说用这个鱼键 鱼键很奇怪 它本来后面就要挂载一个很长的线 影响它的输出 然后这个键它又做的是普通键的三倍重 它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入水更稳定一点 如果键轻了入水 它不能垂直往下 那我们试用这个色调 这还被我搞中了 哈哈 嗯 又卡了又卡了 你看了 射出去就卡了 还没收就卡了 看这里面的线 又卡成这样了 哇哦 扯扯扯扯淡的这是 我不相信原版的这个神户也是这个原理 哎呦太痛苦了 这玩意用起来真的太痛苦了 这是我们在15米远的距离试试 因为这个线我只控制到20米了 哦 低了 很很正常 射箭的习惯来说 低了 因为我是普通的键 大概这个这个瞄点绝对重的 但这个键很重啊 还拖着绳子 所以它马上就低了 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 每次要 剪一下绳子 什么东西 哇 差一点 哇 差一点 这次应该会中了 哎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卡住了 把键拉回来了 操 真的是相当危险啊 它射出去里面就会揉成团 因为这个壶里面的线全是乱的 它拖出去不可能指 有可能不是拖出一只 到了这里 看到了吗 哇 这次卡的还挺紧 因为刚才线射出去很猛 卡住连拔都拔不出来了 就把这一打开了 哎呀 我靠 看了 这个绝对是很危险的一件东西 因为刚才正好距离比较远 所以弹回来没有弹到自己 要正好在合适的距离 回来的角度又合适 你会被自己抱头 玩这个绝对需要冒险精神啊 所以说我还打算再给大家试一下 我得射中那个瓶子 我有强迫症 不中的话就这么走的话 很难受的 呵呵 我不希望它再射出去 去大概两米的距离就弹回来 那是稳着把我给抱头了 刚才我没看到 快接近冰箱的时候 拉着我们回来的地方了 这下又是卡着的 又是卡着的 这次我要用手慢慢把它放进去 把它线理的顺顺的 保证这最后一次 不要卡线 哎 已经发生了两次了啊 说明这个概率很高啊 很危险 如果再测试下去 我就非常危险了 不过 因为我有严重的强迫症 我必须得射到它 再试一次 这次我用手动把它理的顺顺的 应该不会再这样的吧 因为它自己把它抽回来 可能就集中在某一团 哦吼 OK 总算射中了 总算成功发射了 哈哈哈 朋友们 我想这玩意儿 应该没有必要再测试下去了吧 这是不合格产品 完全就是一个不合格产品 也不建议大家使用 即使是正品 我很确信 正品 它虽然质量好一点 但是我确信它的原理也是和它一样 把这个绳子直接塞到湖里面 我不知道它能有通过什么 原理让这个绳子不卡 只要是这么塞进去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概率 缠绕在一起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弓箭射鱼还是蛮科学的 弓箭射鱼还是应该会比鱼 标射鱼更好 因为我射起来也挺准的 就凭刚才那两下子 都准 只要我成功发射出去不卡鲜的情况下都准 只不过这个鱼轮 这个神弧是觉得有问题 它为什么不能用这种弹弓上射鱼标那个鱼轮呢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 是用 射鱼标的鱼轮装的这种弓箭上面的 可能是那种鱼轮的线比较细吧 线比较细 而这个键出去的力度很大 再之后我想试一下自己设置一个装置 把这个弓箭上面安装一个设 设 鱼标的鱼轮 那个鱼轮它就完全不卡线 百分之百是不卡线的 然后 想办法把里面的线加出 绑上这个鱼箭 绑上这个鱼箭 用弓箭射 这应该原理会更好一点 本来我也很期待这个弓 这个弓装上神弧效果也很好 但是现在看来 这是完全不行的一个产品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方法有问题 如果有哪有哪有朋友懂的 发现我的操作方法有问题 导致这个的话你们也可以说 我是按照说明书 说明书上演示来做的 按说没有大问题 就这样 行了朋友们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